美国总统大选陈埃落定,应对疫情的疫苗消息正面。投资者积极部署,有望催生年底升市,传统周期及内需消费股市者一轮升市的主力。 华润啤酒00291经过三个月的调整,股价重拾动力,收购起力在内地的经销权,巩固在高端啤酒市场的竞争力。投资者依然看好,内地复苏情况理想,利好啤酒业的复苏。 华润啤酒短线有望挑战今年高位,华润啤酒上半年收入跌7.5%至174亿元人民币。 核心EBIT升2%,纯利升11%,虽然销售量下跌5.3%,但依然跑赢行业的下跌9.5%,预期需求可于下半年复苏。 而明年销售可回复至疫情前水平,上半年运杯持续升级产品,加上明年与喜力集团整合发展后,相信平均售价会提升。 虽然同时新产品推出将提升未来三年的经营开支,为未来会进一步提高效益及降低成本,预期无利率会改善。 通过丰富产品组合,及持续投资于品牌和渠道,运杯高档化将会加快。 这也是市场持续看好的主要依据,近期,农夫山传09633再破顶,反映投资者已接受内需股更高的估值,因此运杯估值虽高,但高端品牌发展势头良好,对其高估值有支持,亦可发挥内循环概念,建议于52元水平吸纳,目标价60元,止捷位可定于46元。 感谢观看